主席各位委員,處理的習慣,大家好 主席可不可以請 始祖記長 還有經濟部林市長 還有台電中油自來水公司 水公司 請那個林總經理,李總經理 還有陳總經理 幾位 那個祖記長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最近都講這個 油電水器 通通要漲 那這如果漲起來的話 對我們這個CPI消費者物價指數 它的影響會有多少 那於是你就會問啊 那就要看看漲多少 譬如說油啊 油在去年的這個同期 大概國際油價大概是103塊的時候 現在油國際市場漲到多少 所以相對的話 油應該要漲到幾塊才是合理的 那電的部分啊 也是一樣 去年電價 平均電價是多少 你現在說要漲 那你要漲多少 如果說這個漲幅啊 讓台電公司這個平衡不虧損的話 那對這個CPI的影響又是多少 水的部分也來講一下好不好 請十足記長 是跟委員報告一下啊 就是說 汽油的部分啊 假設是漲10% 那對CPI的影響是0.357個百分點 那電費是0.356個百分點 那自來水是0.046個百分點 好 這個部分今天可以討論到啊 另外一個現代民眾啊 最氣恨的啊 就是天然氣 就是瓦斯的部分啊 那瓦斯的部分我想問一下林次長 那瓦斯最近不是跌了嗎 那為什麼聯合壟斷 是不是主席也請一下公平交易委員會 我們的師傅主委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國際已經在跌了 他不跌他還壟斷 還一直漲 你總要跟我們講 告訴這個老百姓啊 油電水氣通通都要漲 連奶粉關稅降了你也要漲 你告訴我這個到底在哪裡 是不是可以一步一步啊 請次長一一來回答 跟委員報告 那個瓦斯的話 如果您指的是天然瓦斯齁 在美國的天然瓦斯 它那個價錢是下跌 沒有錯 因為它是那個那個管道的瓦斯 所以它並沒有這種液化還有輸送的成本 那在美國由於它的業延 它的業延氣產的比較多 所以最近是有下跌的一種傾向 那台灣呢 台灣買的都是液化的瓦斯 一桶一桶的嗎 為什麼這個一桶一桶的 這個比去年選舉前啊 還漲了這個百分之快二三十啊 有沒有 那它是因為是國際 國際間的這個價格是往上走 尤其是在福島事件之後 因為日本是最大的用量 那我們整個國際間的價格 是根據日本進貨的那個 那大概漲多少 比率是多少 現在價格應該是多少 比率的話 我查一下這個 百分之三十六 漲幅 百分之三十六 所以這個民眾它是覺得很氣憤啊 那看別人的其他地方都在疊 然後我們買那個桶裝的瓦斯價格 一下子這樣暴漲 漲那麼多 那有點水氣 來水的部分來請教一下 水是不是也要漲 最近連連續大概四個月齁 陰雨綿綿啊 事實上水量已經很充沛了 目前沒有這個計畫 那大聲一點 目前水價沒有調整的計畫 所以謝謝 水不漲就對了 那你說目前是指這三個月還是六個月 一年內水會不會漲 目前沒有規劃 所以就是一年之內水不會漲吧 沒有啦 會不會跌 沒有 奇怪啊 什麼東西都在漲 只有薪水不斷在下跌 那人民老百姓不甘了啦 受不了啦 水的部分齁 因為現在水量充沛 就不要去講漲的問題齁 多多宣導一下 大家還是要節約用水齁 但最起碼這個水不漲齁 請回 請問一下竹記長 油、電、水、器 這些加一加齁 包括奶粉 你剛剛講了 油的部分 你再重複一次 油會對CPI影響多少 0.357嘛 是 電的部分 0.356 水的部分 因為不漲 啊 瓦斯的部分呢 嗯 好 那你說說看 今一期啊 你截至這個 最近公布的CPI的數據是多少 你公布一下 那如果說下一次啊 這個油電水氣通通漲的話 它 加起來 加總的比例 會漲多少 那個 物價當我們每個月 每個月5號公布了喔 那 那個 2月份是漲0.25 0.25 0.25 2月份 2月份 那當然因為有過年的因素 如果1 2月兩個一起看的話是漲1.31% 那3月份呢 3月份還沒出來 還沒出來齁 請密切注意一下齁 那 看到這樣的一個情況啊 所有東西都在漲 那 我們薪水的部分 薪資的指數 有沒有調高 事實上 薪水的部分 我們也是按月在公布 有關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的 這個 平均薪資來看的話 平均薪資來看 因為我們公布到1月的 那平均薪資的話 這個是有含獎金等等 大概 成長1.36% 那如果不含獎金 那些經常性的薪資是 成長0.91% 這是1月份的 對 主委長 那我們看到 這個薪資的部分結構 一般大家都沒有感受 沒有說很大幅的提升 可是物價 生活所需啊 漲漲漲 漲不停啊 面對這樣的情況 你覺得 店可以漲嗎 這我想 經濟部都在審慎評估之中 審慎評估 它一直就是一定要漲 那這個一直漲下去的話 老百姓生活怎麼辦 經濟部他在檢討 看看是怎麼樣 讓公平合理化 那你應該大聲跟他們這些 事業單位跟他們講 不要漲啊 或者是你要提出方案 今天開了一整天的會齁 大家齁 這個嚴格而至齁 但是你阻擊住 你應該想出一個方法 比如說 為了要照顧中產階級 壽星階級 這些影響比較弱勢的這些 這些人民齁 你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 提出具體的 漲沒關係 讓它漲 但是中下階級的部分 你可以發行 有關店長 你就推出 電的消費券 油長 就提出 油的消費券 瓦斯長 提供給這些 中下階層 這些壽星階級 瓦斯的消費券 大概這三券 過去 我們在立法院 曾經通過消費券 那現在面對這樣一個 國際情勢 你也可以來主動來提出 電的消費券 油的消費券 瓦斯的消費券 這樣本席具體的提出的方案 主機長 你可不可以想一下 有沒有方法可以來推動 我們這個立法院 我們會支持你 大概要多少的預算 你提出來好不好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經濟部他們 也都在密集在檢討 會兼顧這個節能減碳 以及照顧弱勢的原則之下 讓那個有關的價格 是朝合理化來進行 我想他們都在檢討之中 他們檢討他們的 我現在問的是說 消費券這樣的一個方式 有沒有可能會提出 我想因為消費券的話 這個要錢嘛 那事實上是在目前的這個 財政狀況之下 這真的是要審慎評估的 對 當然要審慎啊 而且要非常審慎啊 你們對大企業用戶一次 可以補助400億 就不用審慎評估 對老百姓要提出這個消費券的時候 每一次回答都是要審慎評估 包括以前在立法院 我們要提出這個消費券的時候 你們也是這個主三主四 任何的事情 包括煙酒稅的調降 米酒的調降 你們也說一年會稅水26億 也是這個不斷的這個給予主腦 那這個部分本席具體的提出啊 消費券有沒有辦法來做 或者是你有什麼備案 可以提供給本席的 我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事實上主管機關都都在都在檢討之中啦 他們檢討是要加加增加他的費用嗎 有有都像如果剛剛委員關心的 其實也是比較弱勢的部分 委員是說是不是發消費券 事實上那個經濟部他們在檢討的時候 當然除了剛剛我剛剛講兼顧那個節能減碳之外 對於照顧弱勢 他們也都是非常的重視 所以這點跟委員就是說 要照顧弱勢的這個想法是一致的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消費券的要提出 你預計大概會影響到多少人 然後針對什麼樣的人會來提出 然後要多少的預算 我這個我還不清楚 你還不清楚 你可不可以準備一下 因為我看這個國際群世啊 你這個整個所謂油電水器的這個漲的情況 除了水之外啦 好像漲的情況這個蠻明確的 你不是能多準備一些其他的方式 盡量不要影響到整個社會的中產階級 以及比較弱勢的這個這些人民 好不好 我們贊成對於弱勢要加以照顧 其實中華民國還是很有錢的啦 你每天在那邊講說這個缺錢缺錢 國有土地加上所有的這個國營事業單位的資產 有24兆多 你們有沒有思考 好好怎麼樣來運用 有沒有 沒有啊 對不對 所有的經營績效 大家不斷的這樣檢討 那我想請教一下那個 林次長 去年大家很多企業苦哈哈 那請問 中油 台電公司的年終獎金是幾個月 不等 最多的是4.6個月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幾個月 整個年終績效跟他的 跟他的這個烤雞 所以你這個難怪人民 不能不氣憤嘛 去年有一些產業岌岌可危 不要說年終啊 領到薪水就很高興了 結果你大聲講 去年年終最高幾個月 最多的好像是 包括績效跟他的烤雞 差不多4.6個月 那市長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每年都虧損的公司 然後可以坐領這個 4.6個月的這個獎金 我們對於基層的努力啊 我們看到都是很辛苦在做 可是很多人就是 坐領高興啊 4.6個月 現在又變相 要找人民來要錢 市長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你就這樣公平嗎 我想他這個是 有一個考核的制度 考評的制度 這個部分我想 我們會求其嚴謹 並不是說每一個公司都有 要看他實際的績效 跟員工的這個表現 我希望大家要謹慎來處理這件事情啊 當民怨被騰的時候啊 不是說你漲就可以漲啦 除非你們通通都下台 不然你們經濟下要提升 或者是啊 主機長拜託啊 照顧民眾 基層這些想法啊 你一定要提出具體的方案來 消費券也可以啊 你一定有你的方法嘛 好不好 是不是請大家多努力一下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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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